欢迎收看明镜焦点 3月28日美中最新一轮谈判在北京展开 第八回合的磋商也来到了最后阶段了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 赴华参加这场高层级谈判 下周中方谈判代表团也将以副总理刘鹤为首 前往华盛顿协商 双方目标是在4月底前达成最终协议 来结束这场史上最大规模的贸易争端 但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谈判 外界对于谈判成果从既往已逐渐成观望 而美中双方的立场也似乎越来越强硬 这场谈判双方还有什么筹码好谈呢 根据香港01报导 川普的筹码是国内政情已经比先前稳定 同俄门调查报告让川普脱身 政府停摆危机也过了 因此无需急于求成 维持对华的强硬态度有助于维系美国国内的支持 而中国有两大筹码 分别是博英信任危机和华为5G技术 缩小双方的贸易逆差一直是美国在意的点 但美国能卖给中国什么 半导体产品看似不错 然而实际上却是要美国解除部分对华禁售 甚至加强中国在全球科技产品供应链的地位 反观出口波音飞机就没有这些问题 另外美国不断号召盟友封杀华为 但欧盟国家不愿配合 美国国内也有许多管范使用华为产品的小型电讯商 因此在这方面中方自然有空间对美国转区强硬 这场美中贸易战长达8个月 谈判进展漫长又艰难到底是什么原因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指出 纽约时报27日的报道说 中国方面一直不愿接受美国政府有关改革经济结构 制定确保贸易协议得到有效执行的机制要求 因为这些要求引发了中国人对始于1840年 百年耻辱的惨痛历史记忆 但川普政府则认为 鉴于中国过去经常违背承诺的记录 这类机制是必要的 中国对这段历史的记忆 是否困扰着美中两国已经延续一年的贸易谈判 美方有关中国停止强迫转让技术产权 和终止向国有企业提供补贴等要求 迄今还没有得到解决 但导致美中分歧的最大问题是 美国坚持两国签署一项 旨在确保贸易协议得到切实执行的机制 纽约时报披露 这个机制包括美方若确认中方遵守贸易协议不利 有权向中国施加新关税 而中方不得向美国加征报复新关税 川普政府甚至已经列出 需要使用到这种机制的多种情形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双方代表可以在必要时 把各自的抱怨提交到对方政府的最高级别 这当美中两国贸易谈判艰难进行 中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遭受了美中贸易战冲击之际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欧洲推销一带一路 并与同样不满中国不公平贸易的欧洲国家 签署了一些贸易协议 而中国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1月到2月 中国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同比下降了14% 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同比下降约24% 另据美国彭博新闻社报导 若美国向中国产品增加的关税被取消 中国2019年进口美国猪肉量将创新高 可能高达30万吨 比2017年的16.6万吨增加81% 报道说中国大幅度增加从美国购买猪肉 一方面是希望通过此举缓解美中两国的贸易争端 而另一个原因则是 中国去年8月开始的非洲猪瘟已蔓延到20多个省区 导致中国生猪存烂数量下降了约15% 另一方面 美国商务部27日发布的贸易数据显示 美国总体贸易逆差额自去年底 大幅飙升到近600亿美元后 2019年1月收缩了约15% 降到大约511亿美元 1月份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额 也从去年12月的近345亿美元 减少6.4% 降至约368亿美元 创2010年9月以来的新低 数据还显示 美国今年1月份的商品贸易逆差 缩减到733亿美元 服务贸易顺差上升到221亿美元 显然 美国贸易逆差的大幅起落 反映了美中互增关税之后 贸易物流状况发生变化 贸易战的威慑效应已经显现 那么关税问题会随着贸易战的结束 而完全消去吗 法广报导指出 华尔街重量级投资银行高盛集团 在3月初的一份报告中预测 美中即使能够达成协议 也将会在达成的协议里 保留一些对华关税 在中方逐步满足协议规定的要求后 在分阶段解除 法国巴黎银行的利率策略师 劳伦斯·木特金 和石油经济学家 哈里·此林归林 在一份报告中也预测 谈判最终将以关税保持稳定而结束 不会完全去掉关税 美国仍然会保留一手 川普在本周稍早曾说 就算签订协约 他仍希望维持对价值500亿美元 中国商品所加征的关税 美国之音据彭博社报道指出 卢比奥参议员透露 川普对议员们说 除非和中国签署一个很棒的交易 否则他不会罢休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本周接受全国公共广播电台采访时 也表示 他希望会达成一个协议 还说如果能有一个很好的协议 美方就会签下他 若没有将会寻找其他方案 川普26日在与共和党议员们 会面期间谈到了美中贸易协议 并且一度对美中签下一个协议感到乐观 但批评者担心 他应给予求胜 或无法达到通过施压 最终推动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的目的 经济分析机构 凯同宏观在新加坡的中国经济学家 朱利安·艾文斯·普利查德认为 事实上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因为谈判仍在继续 川普也把休兵期限延后 美国商会负责国际事务的执行副会长 博麦伦 在海南博奥对CNBC说 美国商界希望看到中国在五六个领域做出改进 更大程度的市场准入 加强数据传输保护 如何解决技术转让 不仅在中央政府层面 还要在地方层面确保在华清商环境 并称美方已经有了一个协议的轮廓 包括双方达成协议后将如何处理关税 多少关税会取消 以及确保有适当的监督实施机制 博麦伦说 双方讨论了一个协议监督机制 从低层级官员谈判 到高层官员就原则问题进行接触等 但他认为这并不足以令人满意 美方希望在中方未能执行协议的时候 能够有对其进行惩罚的手段 川普日前表示 现行关税将会维持一段时期 博麦伦说 美国商会一关认为应该取消关税 因为关税实际上是对美国消费者 商家和农场主征税 但另一方面 他认为中方应该采取进一步措施 进行结构改革 解决技术转让问题 中方从贸易谈判开始 一直否认有强迫技术转让问题 而在不久前 人大期间通过的《外国投资法》中 则新增了禁止强制 为国企业转让技术的内容 美方认为这样做还不够 需要在中国疏于执行协议的情况下 能够对其进行惩罚 博麦伦说 一个协议无法解决双边关系中的所有问题 但是正在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一步 是为双边关系建筑信心采取的举措 他说 中方应进行结构性改革 解决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侵权等问题 而美方最终还是应该取消关税 不久前 多名中共高层官员承诺 北京已经做好准备开放中国经济 参与更具市场化的竞争和国际贸易 纽约时报的报导将这个动向 视为中国有意结束和美国的贸易战的 一个强烈讯号 中共高层官员在周末举行的 中国发展论坛上讲话时 也释放出一些积极的讯号 纽约时报引述了几个官员的话 中共政治局常委韩正表示 中国将继续推动进口增长 央行行长易纲也说 中国想要更多的外国投资 目前正在寻求投进 让外国投资者进行衍生交易 和其他的金融工具 纽约时报报导说 这样的举措可能意味着 北京放松对人民币币值的控制 另外 美国官员也向路透表示 中国这次提出的建议比以往更进一步 大大提高双方签订协议的可能性 这位官员坦承 双方虽然还存在一些分歧 但在强制技术转让等敏感问题方面 都已经取得空前进展 只要协议中的核心条款继续得到发展 谈判就可以持续下去 艾伦斯普利查德认为 中国官员的这些表述 是为了安抚对中国政策走向 保持一遇的外国投资者和川普政府 但这样的承诺 尚不足以影响到谈判 他说 问题在于过去在政策实施上 总有滞后问题 虽然中国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 例如外国投资法 但他认为在这个阶段 美方想要的不是重复以往的承诺 而是想要看到有意义 并且能够贯彻实施的承诺 德国资深中文网就报导 虽然中国已经正面处理 国际上对知识产权的顾虑 但是其他方面 例如中国制造2025 加大市场准入等 中国都没有给出具体承诺 金融时报本周的报导也指出 中国还没有答应要让云端硬算的企业 进入中国市场 或是放松国际的资料传输 中国不放心自己的资料落入美国境内 同样的 美国也对于中国处理信息 有相同顾虑 而彭博社认为 即使美中双方达成了协议 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也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紧张 因为他们要在经济惯性中寻找新的平衡 以上是孙云山为您带来的华尔街焦点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